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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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凯米 我出生在法国 我上在在警的张力友留娘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离开法国 我一直在流浪 这些可能到二十四岁 二十五 我想给我自己更多的试点 安静地思考一些 我的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在警的张找到 我能同时创作 同时熟悉的一个地方 离开家 离开门走路 外面的所有的声音 与味道和我家像是不一样的 我喜欢警的张的这些 就是传统公益 我喜欢警的张这些老师傅 我喜欢这些警的张本地师傅的 性格 与脾气 我喜欢他们的 教会你的方式 这个环境的变化的速度挺快 所以也有一张 想看一个电影 就是你一直在看 因为一直没听上来 然后一部学生出来上你 你也是这个 建议里面的一个任务 一个部分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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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2009年 就来的 警的人 那个时候很 就是 呃 就是给我的印象 就很深 就是市中心 有人家住宝的一个 清华瓶子就走的 然后有人去那个电动车 后面就是一大堆石器 然后有人推那个班车 就是 用那个胚 然后 反正每个角落 就是看一个样台 放满石器 然后 好多店铺 就是一条街 全都是石器 就是全世界就是 呃 你是如果是真正做陶仕的 这是你的天堂 你看景德镇 就是全中国来看的话 景德镇就是很小的一个城市 但是 全中国 呃 也就是 呃 真的是有特别国际 就是一个氛围的一个城市 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陶仕 你是艺术家也好 你是设计师也好 你是商人也好 都可以 景德镇的接收能力 这个方面就很强 呃 从古代到现在 毛衣跟文化是分不开的 外国人就是 历史上一直以来很认可的 其中一个 中国的特点就是陶仕 在中国生活的话 呃 哪里最可惜的 跟人陶仕 做陶仕的话 整大圈 我大概两千年的时候 我看过这个鸡酒窑的一个好漂亮的 在那个东京江南会 一种江南会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他 所以我很快开始做那个房格 在我自己的工作室 在日本 我第一次穿过这个鸡酒窑的那个 那个碗的时候 啊 I was attract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color black and not really white but kind of white it look like light and shadow it is a ultimate color and the ultimate mei so you can bounce ideas off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yes that does it enables more thoughts to go on and more creativity I think the city is now becoming a new JingdaZhen honestly I don't there's no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like that also there's no other city that validates porcelain in such a way so I plan to stay here